蔡英文周一首次邀请原住民族人前往总统府举行道歉仪式 但是看在部分原住民族人眼里却显得高高在上 仿佛只是一场召见凡人的仪式 看不到执政者的诚意 前原住民台长马月彼后表示 小英高高站在总统府没有太阳的地方 非常大的总统 非常渺小的族人 为历史正义而走的青年从恒春出发步行700公里 带着族人的心声想见蔡英文一面 没想到最后一里路比恒春还远 为历史而走步行者纳莫诺胡表示 中华民国的道歉 是让警察把我们族人们团团的包围 中华民国的道歉 是躲在一个统治象征的建物里面 执行一场召见凡人的戏码 这一场名为我们不要假的转型正义记者会中 原住民认为蔡英文虽然亲自担任总统府委员会的召集人 但是委员没有调查权只是无几支 这种转型正义是玩假的 歌手达卡闹表示 一直是在欺瞒我们原住民 我们只希望 我们只希望一个调查权 拿到你们民进党政府 你们没有那个骨气 把这个调查权让我们拥有吗 让我们把我们原本应该要有的土地拿回来吗 你们民进党政府 如果你们没有这个骨气的话 等着你们四年以后下台吧 而前来声援的东华大学施政风教授 曾经担任台独联盟秘书长 他认为蔡英文应该要下台阶迎接主人 开启新契机 而不是找来一堆人来摸头而已 两位两个国家的总理是到国会去道歉的 因为国会是代表人民的 那总统 我们现在的总统代表什么呢 代表日本殖民统治的总督府 是一种去路的 我们了解 由于总统府派出的代表性不足 现场还一度引发叫嚣 让大家看到 转型政令与历史政府的实现 我们一定会成立 台英文下午在返回总统府途中 刻意安排下车的临时行程 步行到陈勤抗议区 企图安抚抗议的原住民 象征性的停留大约20分钟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重参封 资格西鲜 重参征性的低温 今天还可以重点 决于市场 温柰 在一处 十五年里 在决定上 替市场 嚣